俄罗斯周末遭遇20年来死伤最惨重的恐怖攻击事件 对此总统普丁24日也亲自前往教堂点蜡烛到年受害者 而蒙古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也已致电普丁表示慰问 并强调没有任何事件能合理化危害人类性命的恐怖主义 至于日前闯入莫斯科近郊反吼花城市大厅音乐厅 大肆屠杀造成超过百人与命的四名武装男子 已经有两人在24日深夜出庭 其中名为米佐耶夫的塔吉克公民已经认罪 并且将被还押到5月22日等待恐怖主义调查 就在俄国人民沉浸在悲伤之中 当局也降伴其表达哀悼之际 圣战组织伊斯兰国发布了一段显然由枪手拍摄的影片 不过嫌犯的脸孔和声音都已被遮掩 模糊不清乃已识别 其实犯下此案的是伊斯兰国呼罗山分支 主要驻杀在中亚及南亚 并且与阿富汗东部和巴基斯坦北部活动 克里姆林宫指出当局已逮捕11人 其中4名嫌犯则在准备前往乌克兰时落网 环宇新闻是非生总和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要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